什么?蛋在派对中竟然有一个蛋 官方给他安装的嘴巴 比黑森麦克安装的嘴巴还要多 嘴巴最多的蛋原来不是黑森呀 众所周知 黑森麦克被官方安装三个嘴巴 而我们正常的蛋仔都非常的可怜 官方只给我们安装了一个嘴巴 伙伴们 如果你也是一个嘴巴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有多少人被官方偏心只给安装了一个 众所周知 黑森麦克是个特殊的蛋 我们数一下 他的嘴巴竟然拥有三个 但是啊 蛋仔派对中 其实有一个蛋的嘴巴 比黑森麦克的还要多 难道你们不好奇他是谁吗 大家都知道 嘴巴最大的人 被藏在商店中 他是僵尸博士 他是蛋仔中最大的嘴巴 嘴巴最小的蛋也找到了 他是唤醒屋中的一个 小嘴蛋 他的嘴巴是一个点 伙伴们有人说嘴巴最多的人也找到了 是黑森麦克 他拥有三个 伙伴们 错 错 错 蛋仔派对中 其实有一个人官方给他安装的嘴巴 比黑森麦克还要多 小伙伴们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那个被安装嘴巴最多的人是谁啊 并不是三个嘴巴呀 对了 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我设置了蛋仔大神才可以关注我 不信试试看 伙伴们那个被官方安装嘴巴最多的蛋 就是 大家都被黑森麦克给骗了 我们从正面看 他拥有三个嘴巴没问题 头上两个 底下一个是三个 yes 可是啊 伙伴们 当他转过身 你会发现他的背后 还有一排牙齿 没错 伙伴们比黑森麦克嘴巴多的 但其实还是黑森麦克 黑森麦克的嘴巴数量其实有四个 背面也有一个 你们知道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地下